新年不需要四處尋找 有做的商商 只要透過跨境電商B2B的平台 精準配對 就可以找到適合自己的買賣家了 大家好 我是瓦宅 今天要問大家幾個問題 你有聽過B2B嗎? 那你有聽過跨境電商貿易嗎? 你聽過阿里巴巴國際站嗎? 沒有關係 那我們現在就來問問路人吧 想要問你 你知道什麼叫做B2B嗎? 你知道嗎? 就是B2B啊 下載影片的那種嗎? Business to business 那你們知道這個B是什麼嗎? Business Business 是嗎? Business 台灣現在出口貿易 最大的國家或地區是什麼 你知道嗎? 我不知道 歐美嗎? 歐美 是不是什麼緬甸之類的 美國 你們知道傳統的國際貿易 跟跨境電商貿易的差別嗎? 不知道 我知道 就是 等一下 等一下 是等一下 來 傳統貿易應該就是比較偏 海運 這個飛機公運 電子的部分會使用到比較多 也比較簡單嗎? 你們知道阿里巴巴嗎? 網購啦 網購的購物嗎? 像淘寶那種嗎? 電商 是網開門 那你知道現在有一個阿里巴巴國際站嗎? 沒有 沒出過耶 什麼? 航空站嗎? 好像有聽過但不太聽過 很顯然的 大家都好像不太了解 那你知道嗎? 接下來 我就來告訴大家 跨境貿易 大解密 我們來介紹一下現有的電商類型 C to C 就是所謂的消費者對消費者 就像我們平常用的淘寶 至於 B to C 就是一般企業對消費者 就是我們平常用的甜貓 那 B to B 就是商家對商家 就像我們現在說的阿里巴巴國際站 首先呢 我們先介紹兩個名詞 傳統國際貿易 跟跨境電商貿易 好的 我們現在來講一下 傳統的國際貿易 其實傳統的國際貿易呢 就是製造商跟貿易商 他們有他們的產品 透過出口商呢 找到了進口商 而這些進口商 然後就到了一級的批發商 然後到二級批發商 然後又到了零售商 然後到我們這裡 中端的消費者 其實中間真的 很複雜啦 接下來我們要介紹這個厲害了 就是 跨境電商的貿易 跨境交易的模式呢 就是省掉這中間諸多固窄的環境 企業呢 不需要四處尋找 合作的商商 只要透過跨境電商B to B的平台 精準配對 就可以找到適合自己的買賣家了 如果面對那些海外賣家 的確 減少許多時間成本跟金錢 阿里巴巴國際站裡的通訊軟體呢 可以直接 臨時下的溝通 直接的溝通 很重要 你不用再多花預算呢 是製作一個網路頁面 真的不用 真的不用 為什麼 因為阿里巴巴國際站 一次幫你解決 你只需要一台電腦 或者 或者 一台手機 透過了平台呢 就可以刊登你的產品 將你的商品賣到全世界 阿里巴巴在台灣呢 協助許多中小企業轉型 富男他們 我舉幾個例子 給大家來聽聽 原本在台灣有一間工廠 是在做板金的 之後轉型為做遊艇 也有一間工廠呢 是在做手搖飲料的塑膠杯 透過平台的協助之下 他們現在進軍國際 將他們的商品賣到全世界 接下來的市場 不單單在戰地 我們更要前進國際